少爷,怎么变得这么落魄呀? 这么多年了,老爷身子好吗? 你姐姐找到好人家没有啊? 看来你是得了不少教训 事情闹成这样 你出院以后在省城里没法待了 等你伤好了,就回家去 就说想帮家里赚钱 所以才休学了 其他的,我帮你一买 看见我这样,你很得意吧? 当年是我抢走了一个秋菊 你一直对我怀恨自欣 现在你也要夺走我的前途 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 当时你只是个孩子 而且,一切都过去了 我都已经放下了 你别在我的面前装出一副盗梦暗人的样子 背地里却暗箭伤人 暗箭伤人? 你在说什么? 你说过,不会把我的事情说出去的 而背地里,你却故意告诉谢文华 让他来揭穿我 我没有和谢文华说半个字 我不知道谢文华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听你爹说 他被冰传贤赶出去的时候 已经中风了 秋菊为了照顾他和会山 忙乱中只带了些钱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带走 都留在府中 你说过,谢文华怎么会有你的证据呢? 这些年,丁传贤在省城也闯出了一片天 但是他做的都是旁门左道的生意 不是做西背货 就是放高里带 嫖赌毒,样样都沾 他也是我们老板的死对头 如果这些东西 是丁传贤交给谢文华的 那问题就大了 你不必说了 我现在 落到这个地步 你无需再对手上 你再辩解 也没办法让我拿回失去了一切 你说那是你的一切 那是你该得到的吗 你还想着孙家向着大小姐 还不和你一样 你别想着秋菊 你 你真是不知悔改 无药可救了 你好好养伤吧 等你伤好了 自己回去和秋菊 和你爹解释清楚吧 十几年前你就是个废物 十几年后你不过是个长大的废物 奇隆 你还有脸回来 这是我租的房子 我当然回来了 你没有看到门口的行李吗 房东已经把你给赶出去了 你凭什么这么做 你又凭什么对亚庭 奇隆 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说的 你别再狡辩了 我告诉你 我的故障已经叫学校退了你的学 他就在省城 再见到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你知不知道 在省城到处都是孙家的人 你再不走 可能连命都没有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 七龙 滚 别让我再见到你 我这就不客气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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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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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他在外面有了男人 还被抛弃了 我爹好心这才收留了他 才让他继续待在我家里做女用人 理想我是念古书的人 我怎么可能接受一段 年龄差距那么大的呼应呢 我和他之间从来就没有过感情 有什么可能跟他做夫妻呢 家庭 这桩婚事只是 只是为了让我娘安心的死 那么多年来我跟他只是主仆关系 现在我的心里是有名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逼得我们分开 我真的不甘心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就算你现在心里不再有我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对你的感情全是真的 希望你以后 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再见 我相信你 我再也不要对你分开了 兄弟 对不起 如果有人 不投完 那会儿 就只能 Response 没认识 噜 我说 美 songs 不着 秋菊你在干嘛 我在给药松打毛衣 现在太贵了 所以我买了一些毛线 我想我自己动手 这样省钱 可是 你又要卖玉帮 又要做衣服 你都没时间睡觉 我没关系的 倒是你 时间不早了 赶快去睡了 怎么了 什么事情不开心啊 我怕你不开心 我想起一些事 以前 我掉到河里 你抱着我 叫我不要做傻事 有一个人 一直打我 一直打我 你抱着我 叫我不要哭 你对我很好 大姐 那些是没的 你在做梦 是真的 我想起来的事 都很难过 都是不好的事 我每天晚上都哭 我怕爹知道 我就偷偷地哭 我让爹听到 大姐 你都想起来了 我不知道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在做梦 可是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对你不好 又总对你不好 你对我很好 耀宗也对我很好 耀宗对你不好 要是你嫁给家俊 家俊就会对你好了 大姐 我是高下的媳妇 我的人 我的心 都是耀宗的 家俊只是普通朋友 家俊好 耀宗不好 你不要做给耀宗穿 做给家俊穿 好好好 我不做给耀宗穿了 我去睡觉了 好不好 记得 做给家俊 不要做给耀宗 耀宗坏 那你赶快回去睡了 你要是在做梦啊 就来找我 我陪你 记得 做给家俊 不要做给耀宗 不要做给耀宗啊 不要做给耀宗啊 晚安 照你的话说 我爹他岂不是被骗了 你爹是个仔细的人 但是丁传贤更阴险 结果这么多年 我相信他的手段更加毒辣 更加残忍 我怕你爹防不胜防 那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爹说 小雅松 开门 给我出来 听到没有 小雅松 开门 我不要跟他们找到我们了 快给我出来 没事 听到没有 他开门 你干什么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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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给我救 你别打了丫头 爹 我救救你 别打了 爹 你再重行 我连你路打 你误会要踪了 爹 亚丁设施未深 都是他一直在骗亚丁 该打的人是他 好 我这就让你死心 你们让开 爹 你打死我你也完了 你要说什么 要是你打死我 你也会家破人亡 小华 你来我们孙家 已经十几年了 从你还是个小姑娘 翠凤就把你带来 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人品怎么样 我很清楚 你哥哥搞的事情 我相信 你全不知情 今后 你就住在孙家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你 你就当没这个哥哥吧 老爷 非得那么狠心吗 狠心 谁狠得过那个姓丁的 他利用文华 内神通外鬼 不但搞走我四间扑面 还想把我孙家的财产 全部搬光之后 把我长期和外国人 私自交易的证据 通报给光复 让我被枪毙 到那时候 我真是家破人亡啊 文华 他怎么这么糊涂呢 其实 药宗刚给文华 做助理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不对劲了 当时还提醒过爹 可是爹没有完全相信 所以才要带着药宗 去多认识些外国人 谈些别的交易方式 可是 被文华给害了 当时爹就把药宗 给赶出去了 你带雪华 进去吧 齐龙 你也先回去吧 我跟药宗有话说 雪华 别难过 回房休息去吧 顾正 那我先回去了 爹 你闭嘴 又总 你和林秋菊 是真正的夫妻 还是名义上的夫妻 还是没有拜过堂的假夫妻 我全不管 你要想和雅婷继续交往 就必须照我的约法三章办 哪三章啊 你 你跟林秋菊 必须断得一干二净 反正你们也没有子女 就当这桩婚姻不存在 你得给我一个证明 证明 你跟林秋菊 已经毫无瓜可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你才可以和雅婷继续来往 可以 我可以证明 我和林秋菊 完全没有瓜葛 第二 雅婷是我的独生女儿 将来我所有的财产 全都是她的 你要想和雅婷交往 就必须入坠 做我孙家的坠婿 我愿意 只要可以和雅婷在一起 我不计较任何名分 耀宗 慢着 我还没说第三章呢 爹 耀宗也是独子 他连入坠都啃了 哪还有第三章啊 他一定都能做到的 什么 要你了断去圆亲情 得啃吗